新能源高速溃电油耗究竟哪家墙 比亚迪的插混 理想问界的增程 还有丰田的油电混动 究竟谁的溃电油耗最低 几辆SUV在高速溃电油耗测试中 发现了国产新能源的实测油耗 跟官方溃电油耗有着较大的出入 以时速120公里 在高速环道上连续行驶两小时 测试结果出来 油耗最低的居然是排量最大的汉兰达 百公里油耗仅有8.48升 作为将增程理念贯彻到底的理想汽车 理想L6的高速实测油耗为9.98升 而国产新能源的老大哥 比亚迪堂在120公里的溃电油耗实测中 跑出了百公里10.99升的油耗 问界M7更是突破了百公里11升的油耗大关 难怪各个能加油的还在服务区抢充电枪 所以对新能源的高速溃电油耗测试你怎么看